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趣的是这是一个驼背的人抓资料 大家知道一个驼背的人有什么特点 不方便对不对 资料在树上很高的 你们知道怎么做资料吗 我在小的时候呢 在这个农村是做过资料的 这个资料在树上我们人是够不着的 所以我们往往需要拿一根长的竹竿 拿一根长竹竿 那个竹竿的顶上往往放一个面团 这个面团是比较有粘性的 碰到这个资料的翅膀就把它给粘住了 这个资料就飞不动了 然后就把它拿下来 但是我们知道资料呢 往往它也是比较敏锐的 比较这个灵活的 如果你一不小心它可能就会飞走 所以呢 要求你抓资料的这个人 粘资料的这个人 需要手非常的稳 才能够把这个资料抓住 而且呢 过去的时候 对吧 你的这个竹竿过去的时候 也不能一惊一乍的 把这个资料给吓跑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相当有难度的活 但是呢 这篇文章讲的是一个勾搂者 一个勾搂者就是一个驼背的 弯腰驼背的老人 这样的一个人 要抬起头来去捉这个资料 其实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 但是在这个老人这里 却把它变得非常的容易 简直像是从地上捡一样 那他怎么做到的呢 包括这个故事 到底要表达背后的什么样的寓意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阅读的内容 好 我们先来看这个文章 第一段 众尼是处 出于林中 见高楼者成条 有多之也 这个众尼是一个人啊 这是谁呢 就是大名鼎鼎的孔子 当然这个文章是出自列子的啊 它不是论语当中的 所以它不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 列子是道家的一本著作 它里面经常借助孔子来讲一些道理 也就是说孔子在这里是一个托作 孔子代表的是一个无所不能的 很博学的这样一个人 包括我们在小学还会学到一篇列子当中的文章 叫做梁晓儿辩玉 对吧 里面也是借助孔子来讲一个道理的 那在这里呢 又讲到了孔子 说孔子到楚国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事情 那我们知道在历史上真实的孔子也确实到过楚国啊 周游列国嘛 到楚国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呢 说出于林中 就在这个树林里走 简勾楼者成条 就发现有一个驼背的人 有一个驼背的老人 然后呢 在这抓知了 结果发现油多之也 这个油是什么意思呢 油是像 是如 这样一个意思 说这个老人沾知了的时候 简直就像是多知 这个多就是捡弯腰石一样 就这么轻松 就好像是地上有个知了 他弯腰把它捡起来 地上有个石头 弯腰把它捡起来 这个多知就写出了这个老人年知了的这个记忆的高潮 从不失手百发百中 对不对 那这件事情就让这个孔子非常的吃惊 怎么做到的 这个人的身体是这个条件 还不如一般人 结果呢 他竟然神乎其迹 怎么做到的 后面仲尼就问了 子巧乎 有道耶 说你这也太巧了吧 对吧 你的技术也太高潮了 有什么道吗 有什么方法吗 道这个字呢 其实在文章当中 他最初的意思就是路 所以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路径 当然最后也可以引申为方法 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到吗 那这个人就讲了 我有道也 他说我确实是有一个方法的 我是怎么做到的 我告诉你 五六月 累完二而不坠 他说我用了五六个月的时间 最开始 我先练一招 练什么呢 练在这个竹竿上面 垒就是叠加 丸就是小球 顶着两个小球 我让他不掉下来 因为实际上你要知道 要去粘之料 最重要的是你的身体 和你的手的稳定性 对不对 因为你这个竹竿上 实际上是去粘上面团的 粘这个粘面团的 那怎么样子 让你的手更稳定 所以他一开始训练 说在这上面呢 放两个小球 让他练了五六个月 保证他掉不下来 就不管怎么弄 不会掉 这个手的稳定性就很强了 这个时候我去抓资料呢 施者蜘蛛 蜘蛛代表的是 古代非常非常小的单位 非常小的这个重量单位 所以呢 这个蜘蛛必较 就表示这个人 就是鸡毛蒜皮的事 都要计较一下 对不对 施者蜘蛛 蜘蛛就表示非常非常少 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 就是一开始啊 我先练了五六个月 就练一招 就练这个 用竹竿顶两个小球 让他不掉 五六月之后呢 我练成了 这个时候啊 我去抓资料的时候 就很少会失手了 别人一抓就容易跑 我经常就会抓到 然后我就再练 累三而不坠 则失者十一 两个球不会掉了 我就再加难度 变成三个球 如果三个球都不掉 那么我抓十次质量 最多失手一次 其他九次都能保证抓得到 这就已经很厉害了 但是还不是最厉害的 雷武而不坠 当我能够确定 手上的猪肝顶着五个球都不掉的时候 就是我现在的这个水平 有多之也 我去沾资料 简直叫从地上捡东西一样 就这么轻松 从来不会失手 然后他说 现在我的这个状态是什么呢 无处深野 若绝朱居 这个绝就是断掉 朱居就是树根 树桩 他说我 我的身体在沾资料的时候 就像一根断掉的树桩 你想象一下 断掉的树桩 是一动不动的 对不对 一动不动 非常的稳定 无直必也 他说我的那个 拿杆的这个手啊 若稿木之之啊 就像是枯稿的树木的树枝 就是我简直就是 非常稳定的感觉 天地之间不动的一个东西了 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 而为调义之之 他说虽然天地这么大 周围的东西这么多 但是我在抓资料的时候 沾资料的时候 我不会去被任何其他东西所吸引 所干扰 我只知道在我的眼中 只有这个蝉的翅膀 因为怎么去沾这个蝉呢 其实就是用这个面团 沾到那个蝉的翅膀上 就飞不了了 然后就把它给拿下来了 他说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天地之大万物之多 与我眼中只有蝉的翅膀而已 对吧 非常的专注 无不凡不测 不以万物 一条之意 何为而不得 他说当我 非常专注的时候 不会来回的动 也不会注意力被其他的任何东西所干扰 那么有什么抓不住的呢 所以大家读到这里 我们要去想一个问题 这个老人怎么做到的这么厉害 其实是有两个点 第一个点叫什么 第一个点叫循序渐进 先练基本功啊 怎么练基本功 先顶两个小球不掉 然后再练顶三个 再练顶五个 最后再直接去抓这个质量 这个就叫循序渐进 所以我们很多人 在专业的训练上 一定是先学基本功 先把基本功练扎实了 然后一点一点往上跑 而不是一上来就想学最高招 一上来就想学技巧 对不对 基本功是特别关键的 一定要耐下性子 循序渐进 看上去很慢 但其实慢就是快 我们去学任何的东西都是这样的 对吧 你像我跟大家讲 我说你们要学习好啊 你们要花时间多去读书 有时候读书太慢了 这是基本功 你学会在读书的过程当中 不断的思考 不断的感受 不断的表达 不断的见识 这就是你的基本功 你把基本功练扎实了 后面再去做题也好 再去解决具体问题也好 无往而不利 但是反过来讲 你一上来就想上技巧 一上来就想说 能不能教我几个招 就像是这个老人 沾知了的时候 一上来就说 我就想去拼命的练这个沾知了 但是你的手都不稳 你没有这个基础能力 你是很难够把这个知了抓住的 对不对 所以这是第一个 叫循序渐进 重视基本功 第二个 这个老人还做了一个什么事呢 就是极其的专注 专注精 就是他在抓这个知了的时候 虽然天地这么大 虽然万物这么多 但是当他需要去沾这个知了的时候 他的眼中只有那个知了的翅膀而已 他不会分散自己任何的精力 在别的东西上 你看我们很多同学 为什么这个做事情的时候做不好啊 就是精力太分散 注意力不集中啊 对不对 一边做着这个事 一边心里想着一会还能够去干啥 一会还想着说 哎呀 会不会又有什么事发生了 注意力的专注 注意力的集中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所有的能够把事情做到顶尖的人 都一定是注意力集中的高人 都一定是非常非常专注的人 所以希望大家做到这两点 第一个是从基础出发 循序渐进 万丈高楼平地起 对不对 一步一步来 不要那么着急 越想着快 结果越到不了 欲速则不达 对吧 把这个基础的基本功打扎实了 一步一步的往上走 其实反而会快得多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做事情的时候 要努力的训练自己保持专注 对吧 尽可能调动自己所有的注意力 在你要做的这件事情上 而不要分散你的精力 这就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道理 当然我们来看后面列子当中 借助孔子这个身份来告诫所有的人 孔子 顾为弟子曰 这个顾就是回头 回头跟他的学生们讲 用智不分 乃宁于神 其勾楼障忍之为乎 孔子就讲到 他说用智不分 这个智就是心 他说我们做事情 关键是用心 不分心 关键是不分心 乃宁于神 怎么集中注意力 关键靠的是什么 是不分心 当你不分心 当你足够专注的时候 你的精神就会高度集中 你做任何事情 都能够做得事半功倍 都能够做得非常好 这就说的是 勾楼障人这样的人吧 说的就是这个驼背的老人吧 你看 所以读这个故事 其实背后告诉了我们 非常重要的道理和方法 如果说今天 你说老师我要学什么东西 或者说老师 我老觉得我学不好什么东西 其实最后的关键就是两个点 第一个是 有没有科学的打好基础 循序渐进 第二个是做事情的时候 是不是足够的精一 足够的专注 好 那今天关于这个 勾楼者成条的故事呢 我们今天也读到这里了 希望能够给大家未来的学习 有所启发 areth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